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利署第四河川局长白猎彤 水利署防灾中心主任谢明昌等人与会 卓县长表示希望借由防灾社区成军逝世大会 并展示防灾器材设备宣示彰化线防训整备决心 我们知道现在气候变迁异常 那水患自主防灾系统的建立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今天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建制 并且进行成果的发表 那我们邀请到包括我们的鹿港镇 方院乡还有大城乡的七个社区 来针对他们社区的水患自主 疏散的系统的建制 还有我们的灾害应变的一些设备的构置 还有社区防灾的地图的建制 我们看到他们都已经落实的做到 那我们知道在灾害发生的时候 最有效的第一线就是自主的防灾 那我们希望能够加强我们民众自主防灾的意识 在这个气候变迁异常剧烈的时代 我们一定要做好各项防灾应变的准备 我们离灾重于防灾 防灾重于救灾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自主防灾在彰化县的一个推动 非常的一个顺利 然后我们目前水利署的推动 大概预计是今年就达成到 100个一个自主防灾 在我们辖区里面大概有7个自主防灾 可能是各县市的一个表率 尤其县长对这一块的一个 非常的一个重视 本身今天亲自来参与要主持这个会议 然后它相关的一个配套措施 或者说百姓的一个防灾自主的一个提升 带了非常正面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效果 我们希望把这个再继续 我们在淹水的后续的阶段 继续来推动这个自主防灾社区 然后让大家共同有认为 防灾是共同的百姓的一个诉求 全民自主防灾就是希望将社区建立一个 安全无虑的居住环境 防灾社区应具备三个特性 有能力降低灾害发生的机会 能够承受灾害的冲击 并降低灾害的损失 可以在灾后迅速恢复重建并持续发展 另外县府也创新开发水晴一把照 为地方政府首创地区性APP 提供本县各村里的水灾避难地图 区域排水及时水位等重要资讯 使民众能够快速取得水患讯息 达到民众治救的能力 公益频道许为珍 张华 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